大家好,欢迎来到剧Top,我是发大张 咱接下来聊经典国产历史剧《大秦帝国裂变》 我先把前面的情节大致捋一下,方便你快速入戏 还是强烈推荐你先看前六回,以做到无缝衔接 剧集改编自孙浩辉的同名长篇历史小说 公元前362年秦魏少良之战后,秦宪宪传魏给二儿子银渠良,史称秦孝公 孝公继位历经图治,先瓦解了魏惠王组织的六国宫秦联盟 后发布了著名的求贤令广招天下英才,积极变法赴国强兵 经过一系列双向面试,林氏魏央当上了左庶长总领国政 一年之内颁布了两批严历法令,要从根子上改造秦国 魏水大秦一口气处决了七百多人 终于杀住了长达百年的私斗之风 老士族保守势力被整得七婚八素 但这种雷霆手段也惹恼了素以侠义著称的墨家 秦孝公没办法,只能跟玄奇去神龙山的总部 希望化解误会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太师甘龙精心设下陷阱 又使太子吟四杀民犯法 眼看要激起严重的民辩 全国上下都盯着魏央会怎么处理 如果高高举起,轻轻放下 那刚刚树立的法度尊严必将功亏一篑 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 这是魏央变法之初立下的flag 银四威成年 作为国君的继承人也不能真的砍了 那只能两位太子父 银钱和公孙古连坐背锅 怎么还有这一档子事啊 两人正在片房里等候处置 当得知自己要受割鼻子的异形时 银钱心态碎成了渣渣 异形除了痛苦 更多的象征一种侮辱 刑不上大夫的儒家古迅 在魏央这儿不好使 越是位高权重 越要严格执行 否则上行下效 变法完蛋 银钱默然良久 等于是认了 其实他完全可以利用在军队的巨大声望抗法 铁粉子岸一定会帮忙 但为了变法大局 他并未这样做 魏央出来也着实出了一身冷汗 如果银钱硬钢 他确实也没法制衡 许久没有提到秦孝公那边 在墨家女弟子玄琪的指引下 进入了神农山墨家总部 途中还跟刑场放鸽子的邓灵子掐了一架 孝公赢了半招 墨家巨子秦华黎 得知秦孝公孤身前来也颇为惊讶 我知道墨家总部就算是几万金兵 每几个月也打不下来 这小子还挺有种 墨家一直以诛灭暴政为己任 现在的核心问题是能否判定秦国的变法是暴政 全其竭力为秦孝公和卫阳辩解 几乎被当成了反贼 巨子倒也通勤达理 择日咱开个论证台 看银渠良有什么高论 明日恢复论证台 一定银渠良生死 论证台弄得仪式感相当足 流水禽色 古运悠悠 秦孝公上来就先发之人 墨家标榜博爱 怎么还续奴隶呢 他指的是来的路上遇到的受刑者 那正是失踪多日的牙保镖金男 然而他也是墨家子弟 后来反出方派 被判定为酷吏阴犬 主持人向李子有点粗不及防 答应暂时放了金男 下面轮到邓林子发难 你为何派黑衣人烧了铁匠作坊 还栽赃嫁祸给墨家 这下总没话讲了吧 这事秦孝公确实说不清楚 我出来旅游了呀 等我回国查清楚 一定给墨家一个满意的说法 邓林子哪里肯听 当时就要拔剑报仇 秦孝公陷入了险境 他清歌赢钱也好不到哪去 尽头暂时回到了都城岳阳 秦场同样搞得派场十足 银钱与公孙谷坐在囚车里 两人分别被判了割鼻子的异形 和往脸上刺字的情形 且剥夺了爵位与封地 公孙谷流放陨西大山 可谓是一路到底 人不狠站不稳 民众们目睹了 郑国级高官都被判成了这样 对魏扬的决心 再不敢有任何怀疑 银钱果然是条汉子 面对酷刑眼都不眨一下 银钱的眼睛睁着他 搞完了两个太子妇 魏扬站在高处 再次重申中心思想 律法面前人人平等 有过罚有功赏 这次新白族没有过错 却丢了几十条人命 一律安战死寄功封绝 全村免去了三年赋税 还送了一块大扁以示嘉奖 上完了价值 魏扬下台 又打了一手感情牌 死者安葬之日 魏扬定亲父调言 这一套恩威病师 完全化解了民辩 老太师甘龙的如意算盘落空 气得回家拿功务牌撒气 倒霉碰上个网文大男主 儿子咱继续闭门装病 历史上的魏扬是个非常勤政的人 但艾民就很难说了 他的铁面无私 其实跟艾民也没有太大的关系 根本目的在于加强军权 甚至相当的毁三观 下面到了相应的剧情 我再做拆解 莫子论政台那边 秦孝公眼看着姚挨刀 突然一个苍老的声音传来 先锋盗谷的白李瑶带着白雪猴吟赶到会场 稍作寒暄主动背锅 黑衣人稍作坊嫁祸墨家是俺们干的 跟秦孝公毫无关系 况且手段也并不激烈 等于朝天放了几个空枪 目的只是把墨家赶出岳阳而已 随后白雪站出来替秦郎为殃辩护 春江水暖压先知 秦国变法后国力大增 如果变法是暴政 那怎么会突然变有钱了呢 这不科学 秦孝公对卫水大行也同样的气壮 这可不是国君滥杀 但聊到了文化政策 孝公明显有些气短 关于卫央对文化的主张可参看商君书 这部书到底是不是卫央写的历来存在巨大的争议 这里姑且把它当作法家核心思想的汇编 在禁令篇中 魏央把师叔礼乐等儒家信条叫做六师 即危害国家的大毒草 他的否定并不来源于仇恨 而是认为师叔礼乐这些文粗粗的东西 会涣散民众心智 尤其讨厌能说会到的游士 在魏央的眼中 国家只应该奖励两件事 一约耕二约战 所有跟种地打仗相悖的都不该存在 也就是所谓的利出一孔 最大限度调动资源 抢地盘促生产 秦孝公虽然努力辩解 但莫家完全不能接受 天儿被撩死了 众人觉得还是用刀剑解决问题更直接 擦枪走火之际 巨子秦华黎终于亮相了 秦华黎一直在旁边吃瓜为官 就是想测一测秦孝公的金脸 看来是对法家风格很赞赏 贼跳出来霍个悉尼 这里矛盾解决的确实比较牵强 总不能真的把秦孝公给宰了吧 悦阳的那边 三人组边吃饭 边担心老板的安危 魏阳命车因带着金兵直奔神农山 就算是抢也得把人给弄回来 没了鼻子的银钱戴着面罩 把自己彻底封闭在家中 朝中的大臣顾亲好友一概不见 就算是妹妹淫欲也不例外 下人除了最低限度的生活需求 不准迈出府门一步 与的同时 另一个倒霉的公孙谷脸上情字 被押往隆膝流放 太子乱法事件平息 魏阳进宫向太后请安 太后问得很直接 把从太子到士族的一众权贵得罪了个干净 说真心话 你怕不怕 魏阳原来叫公孙阳 从姓氏能看出 在家乡魏国也算是王族一脉 但出了魏国 他没有任何政治资本 跟高级打工仔没有差别 全凭一己之才华 当上了秦国头号CEO 秦孝公愿意注入魏阳 一是确实有才 二是他够纯洁 与利益集团无瓜葛 作为回报 魏阳必须一往无前 才能继续获得最高权力的支持 他没有退路 太后很欣慰 能有一个这么拼命的总理 同时也明白女儿淫欲的心思 话里话外有撮合之意 魏阳心说 我有女朋友了 太后不要乱点鸳鸯谱 秦孝公与玄奇金南 策马离开神冬山 刚好与养伤归来的黑伯 打了个照面 孝公命金南先回岳阳 向左庶长报平安 自己则跟玄奇在山下的小屋 过了一会儿二人世界 此时玄奇已是女装打扮 恍惚间小媳妇嫁给了曹爷们 那边魏阳也在搞对象 夕阳西下 与白雪只手散步 明年开春 你便是我名副其实的妻子 这道坎算是暂时蹚过去 在结案上书里 魏阳坚持写太子乱法 而不是民乱 回头想一想 白亮给太子的纳梁 为什么会掺了沙土 肯定是幕后黑手在搞鬼 紧监和王室主张深挖 但魏阳坚持静观其变 咱就坚持走大道 那些旁门左道 假以时日会自动现身 真正的幕后大老虎 正是太师甘龙 这次他本想一举 把魏阳和银区梁都搞死 没想到他俩命贼硬 全部涉险过关 甘龙也不得不相信 时也命也 儿子咱还是继续苟着 等待下一次反击 正说着 约纳头肚致登门探望 他想不通老师咱就这么认输了吗 弟子不服 甘龙气定神贤 跟杜志掏了心窝子 秦孝公与魏阳的组合 不是寻常的政敌 他们一个有权 一个有才 而且互相比夫妻还信任 可谓出场及王者属性 六大诸侯都在搞变法改革 但全是渐进式的 最多算抓个bug 但秦国君臣合体 搞底层颠覆式创新 大潮之下 谁跳出来谁死 杜志毕竟年轻 忍自觉修炼不到家 说大不了词官回乡 隐居耕毒 甘龙继续开导弟子 你难道忘了15连做法了吗 一个理政就能置你于死地 英国哲学家以赛亚柏林 提出了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的概念 所谓积极自由 是你想做什么的自由 消极自由 则是你不想做就可以不做的自由 在未央的蓝图里 国家的目的只有种地和打仗 爵位跟耕战的成绩直接挂钩 除了当农夫和战士 一律取缔或设立重重障碍 你也许想问 我淡薄名利 不要爵位了 行不行 可以 但没有爵位的人 要承担繁重的摇曳仆役 消极自由的前提 是你必须先下地干活 或者上阵打仗 秦国没有陶渊明 杜志毕老师说的没脾气 也许上天会再给咱老士族一个机会 但肯定不是现在 过完了二人世界 全其要回墨家总部处理善后 秦孝公与之一一惜别 就差没说要娶你过门当王后了 车鹰的寻人小分队同步赶到 看见老板毫发无伤 差点哭出来 主公啊 你旅游的这几天 岳阳出了个大乱子 您先有个心理准备 张公子 被一刑了 军杀 大哥鼻子没了 秦孝公一口气撅过去 他俩从小感情极深 回岳阳的第一件事 便是去银钱府 下人看到谁都可以拦住 但国君例外 府中荒草丛生 一片萧索 如今银钱已戴上了面具 活死人一般站在亭子里 你没有大哥 他已经死了 银钱心里恨透了魏央 但并不恨变法 开宫没有回头见 当秦国强大的垫脚石 哥哥认了 随后又派仆人递来一句话 不要将公主淫玉嫁给魏央 我怀疑银钱看了历史剧本 从银钱府回来 孝公被老太后叫去 这事根子上是你娃银寺搞出来的 国法处理完下面轮到家法 你这个当爹的看怎么办吧 秦孝公安留称 先把儿子暴揍一顿 我让你狂 因此从小母亲早亡 父亲亡于国事 疏于教育 养成骄纵的性格丝毫不奇怪 太后也是满肚子的苦水 无人倾诉 母子几人抱头痛哭 情绪宣泄完毕 三人跪在太庙 祖先排位前汇报 处理太子 得让祖先当个见证人 因此五花大榜跪在后面 一切按老秦人的规矩办 自今日起 废去嬴寺太子爵位 以庶民身份 放逐清国山野 姑姑淫欲本来想跟着去照应 可小嬴寺还挺有志气 后拜了父亲祖母 独自背着包袱 踏上了流放之路 在古代被放逐 大概仅次于砍头 要承受精神与肉体的双重折磨 当年他爷爷秦宪公 就是遭到了几十年的放逐 同时宝剑封从魔力出 你只要挺过去 内心的成长也是加速的 当然史书上并未记载 银丝被放逐 但他自此痛恨魏央是没问题的 变法刚进行到一半 公事就舍了一个大哥和一个儿子 秦孝公终于领教到了改革 需要付出的代价 处理完家事 匆匆赶去了左书长府 所有人都在挑动加班 跟着个工作狂老板实在难挺 进到内室 紧肩扛不住 歪倒了打瞌睡 魏央见到主公驾到 心里咯噔一下 对了一下眼神 立刻跪倒行李 砍了你哥 罚了你娃 I'm sorry 出乎魏央的意料之外 秦孝公绝口不提银钱与太子 直接问第三批法令的草拟情况 搞定了就即刻颁发实施 魏央看着架势 明白秦孝公已想通 那咱就聊公事 这五项的核心思想 依然是加强中央集权 鼓励更战 增加人口 拆散大家族的现实效果 是西施士族的权力 统一杜亮恒是把握经济命脉 一番话说得秦孝公热血沸腾 父亲大业可欺 喝了这一杯 咱哥仨就开整 说完正事 秦孝公可算愿意聊聊案子 魏央你也算是救了太子银寺 换了我 面对汹汹的民意 大概会杀了他以泄国人 现在一切按律法办反而好 放逐是家法并不冲突 至于银钱 你也不必放在心上 我决定挺你就会挺到底 一番话说得魏央热泪盈眶 我果然没有架错 而不跟错人 下面的几个镜头 表现统一度量恒 这可不仅仅是一个技术问题 它非常之难 直到2000年后的18世纪欧洲 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做到 度量恒是三种单位的统称 度指长度 量指容积 恒指重量 当时的诸侯之间 国内各领地用的标准乱七八糟 极不利于商品的流通 度量恒本质上是一个政治问题 谁控制了度量恒 就控制了定价权 汇率和税收 意义极为重大 至于魏央规定的度量恒 具体是个什么样子 现存的史料比较模糊 其实限于当时的技术条件 学者推测 魏央也只是做到了大体上的统一 国家逐渐走上正轨 可老太后高兴不起来 自从媳妇去世 秦孝公始终未在娶亲 也只有银四一个娃娃 现在还流浪去了 老娘这天把儿子叫来 立生逼婚 你娶谁我不知道 但总得为家族延续血脉 这不是请求 是义务 喷完了儿子 又说到女儿淫欲 本来想把他许配给喂秧 哥哥淫钱也很开心 积极撮合 但被割鼻子后 大概觉得准女婿手太黑 妹妹过门会悲剧 所以紧急叫停 老太后也被整得动摇了 秦孝公倒是很有现代人为精神 愿不愿意嫁 最终还得淫欲说了算 这天孝公找妹妹唠嗑 对大哥受刑 大侄子被流放 淫欲丝毫不怪魏秧守黑 至于愿不愿意嫁给魏秧 也是打得斩钉截铁 愿意 能和他同死同学 是我的荣耀 妹妹开心又能笼络众臣 对这桩亲事 秦孝公乐见其成 于是抽空去找侯营 意思让他当个媒人 不知魏秧可曾定过亲 或者有女朋友 如果是纯单身狗 就帮忙撮合撮合 侯云一听汗毛直立 国君发话了不好回绝 小两口的情势一不变多嘴 只能说个尽力而为 搪塞一下 孝公走后 侯云立刻去见白雪 姑娘坏了 有人横刀夺爱 白雪面色凝重 回屋幽怨的弹琴 泪水打湿了琴弦 这段正谈八卦 很快传到了甘龙耳朵里 他肩耳朵一动 突然不困了 俩后争一亡 或许是老天爷 给咱的一次机会 魏秧答应婚事 自己心里不痛快 咱就等着吃瓜看戏 此时魏杨与锦监正忙 或者郡县制改革 县这个概念 最初的含义更接近边镇 春秋时国军打下了新领土 不想分封给贵族 于是派驻官吏垂直管理 收的税自然进自己的腰包 所以早期的县 往往在各国的边境地带 到战国中期 分封制仍然是主流 但郡县制快速崛起 最初的县比郡小 后来掉了个个 魏杨把全国中央农控制的土地 分成了四郡四十一县 分别是龙溪 商鱼 关中和北地 刚好分数四个方向 那现有的贵族封地怎么办呢 郡中和史书上 都没有交代的很清楚 大概是通过剥离 所有权与治理权 逐次郡县化 四个郡守的人选 魏杨抱上去一周了 还没得到回复 秦孝公向来雷厉风行 这回竟如此迟言 魏杨决定去宫里当面问问 刚要动身 猴迎求见 铁子知道你忙 我也不耽误时间 公主看上你了 喉迎只想成全你 我要你成全了吗 有你这么成全的吗 喷完了喉迎 进宫见老板 吃了会儿茶聊正事 这次四位郡守的任命 事关重大 秦孝公希望 拥有经验的能臣 商讨了一会儿 决定让王室在关中郡 子岸去北地郡 原先的雍城令 迎山去陆西 那里胡汉杂储 只有他能搞定 只有商鱼郡拿不太准 现任商地县令 出礼级素质不错 但不知他懂不懂军事 商与地处东南 与楚国接壤 掐架是大概率事件 魏杨想抽空去实地 考察一番再做决断 说完了公事 魏杨立刻起身告辞 生怕秦孝公 说出什么媒妁之言 我反对这桩轻视 回到左书长府 警监求见 说了一大堆 魏杨半个字没听进去 看着窗外发呆 共事两年 头一回见魏杨如此不专注 难道跟猴吟的来访 有什么关系 你狗拿耗子 你中选个鸟 除了爆粗口 魏杨无计可施 他当然明白其中的厉害 本来就守黑没朋友 答应婚约赴白雪 不答应得罪了银氏公族 镇尖上烙芝麻难顶 何以解忧 唯有工作 魏杨去商鱼郡 考察郡守的人选 逃避可耻 但有用 从地缘上来说 秦国目前最大的敌人 是三晋 韩赵卫 楚国一直被当作 飞华夏诸侯 跟秦国的关系 暂时还凑合 但楚国也有一个大国梦 早晚得掐起来 商县县令出离级面试时 慷慨陈词 现在韩谷官丢了 咱必须不惜一切代价 从魏国手里抢下五官 方能镇守住东南要塞 对出离级的回答 魏杨很满意 郡守的位子是你的了 做完了正事 在草地上聚餐 魏杨带着一些 交代遗言的心态 一会儿说三五年后 提醒主公迁都 一会儿又让车鹰家庭训练新军 甚至破天荒的提出去 锦监家传酒局 他大概觉得在秦国干不长了 回府后 第二天魏杨急去锦监家赴酒约 经过两年的变法 城里的激进焕然一新 在门口遇上了锦监的义女令狐 几年不见 已长成了小妇人的模样 没一会儿 车鹰也变腹赶到 哪有酒哪有我 这次除了男人喝酒局 魏杨还有一个任务 脱合锦监与令狐成婚 这在儒家看来 简直等同乱伦 令狐名义上是义女 但从未真的叫过爸爸 朝夕相处二人都有点意思 魏杨要在离开秦国前 捅破了窗户纸 帮帮好兄弟 秦国民疯狂野 对此大概也不太当回事 正说着又有人叫门 来了一位不速之客 自称魏杨的义妹 我是魏杨兄的义妹 警戒大哥的朋友 白雪自然是魏杨叫来的 见了面便介绍这是俺媳妇 看来是决定拒绝公主的求婚 白雪此来还带了一大堆彩礼 减日不如撞日 今天就把你们的亲事给办了 婚礼上新人欢天喜地 魏杨与俩老爷们敞开了喝 白雪也是大碗大碗的干 看着秦郎 面上哭得梨花待雨 什么时候咱也能走这么一遭 没鼻子的银钱 得知隐喻要嫁给魏杨 来了着绝的 要回雍城守宗庙关居 雍城是秦人的龙兴之地 作为首都近三百年 历任了十九位国君 按秦人的老规矩 如果族内的女人嫁给了仇敌 父兄便要关居 这是银钱最高尺度的无声抗议 秦孝公一听就炸了 银钱在民众中极有声望 这件事传出去 等于是跟国策唱对台戏 以此为导火索 秦孝公又扯到了秦国风俗 正好借此好好治一治老脑筋 不破这些老规矩 就难以成大事 说着说着 秦孝公发了狠 大哥若执迷不悔 休怪弟弟无情 老母亲害怕苦肉香残 一口气没上来 绝了过去 为了缓和内部矛盾 太后也不得不服软 勉强同意了婚事 但同时跟女儿交了底 光你想嫁 剃头挑子一头热没用 奈何人魏扬有女朋友不想娶 而隐喻的反应更绝 他凭什么不愿意啊 人家要是定过亲了呢 定过亲我也嫁 不嫁魏扬就守管 隐喻也发出了最后通牒 太后也让了一步 但前提是必须当正妻 堂堂公主做妾 传出去让人笑掉大牙 下面到了魏扬和白雪的抉择时刻 对于魏扬的感情生活 史书上没有半个字的记载 古时候的女性社会地位很低 哪怕是国君的媳妇 绝大部分都没有什么存在感 更何况一个职业经理人 所以这场水编的互诉中长 纯属脑补 完全是现代人的齐情思维 作为历史上数得着的奋斗逼 你真的甘心隐姓埋名 过一辈子二人世界吗 念了几百个字的心理 剖析小作文 归了包堆一句话 为了变法伪业 为了不改写中国的历史课本 你要取淫玉为妻 咱俩做个精神知己足矣 不 我不要 你喊那么大声干嘛 魏扬喊泪答应了白雪 淫玉能得到我的人 但我的心永远是你的 音音音 回去 魏扬表示愿意和公主成婚 秦孝公立刻去告诉太后 可老娘不禁要问 把淫玉嫁给魏扬 是不是你变法的一部棋子 既然世人都认定 我营取良是把妹妹当工具人 那就随他们去吧 听喇了鼓叫还不中低了 所有拥戴变法的老亲人 都是变法的棋子 包括我营取良 既然办 那就必须大办 让魏扬以最高规格 营取淫玉 可不能亏待了我们闺女 跟魏扬摊牌完毕 白雪与梅姑悄悄上路 甚至连猴盈都没有告诉 猴盈知道后 立刻策马追上 这一别 不知何年何月能再相见 请猴兄帮我带个口信 八成就是拉莲的那天中的奖 央崽的命中率确实可以 说完白雪上了渡船 与猴盈和金南告别 咱山水有相逢 魏扬特之女友走了 骑马追到河边 却只看到一个虚空的背影 悲伤过度 眼前一黑 栽下马背 我觉得把魏扬塑造成个禽种 完全没必要 历史上 她是个怪物的概率还更高一点 既然马上要成为 吟氏公族的女婿 那自然要升个官 以示庆贺 刚回府 国君的命令就到了 左处长魏扬 变法鞠躬至尾 着身为大梁造 兼领尚将军 真正的一人之下 万人之上 你别说历史上的魏扬 还真带兵打过仗 胜率还不错呢 面对无上的荣耀 魏扬没有丝毫的兴奋 仿佛在听别人的故事 黑伯宣读完毕 她冷静的让伙计们该干嘛干嘛 一切正是 稀如从前 散会 妹妹淫欲要嫁给仇人未央 哥哥银钱自然无法接受 未安抚情绪 老太后亲自出马 曾经风光无良的上将军 成了没鼻子的宅男 太后很理解儿子的委屈 银钱能拒绝所有人的拜访 母亲一来便绷不住了 娘俩抱头痛哭 太后民理案里 希望银钱付出 你毕竟是国君的亲哥 变法需要仰仗你的威望镇场子 银钱的态度非常鲜明 我不恨变法 只恨未央 太子闯祸连坐 我认了 卸条胳膊 砍条腿都行 可他偏要割鼻子 让我射死 如此刻薄 实在是忍不了 不经他人苦 莫劝他人善 这个道理 老太后明白 太后把私人仇恨 上升到了家族兴亡的高度 就是让儿子 凡事掂量着 你的每步举动 都可能被反对派利用放大 为了秦国 再恨也得忍住 魏杨与盈玉 在大梁造府 举行了盛大的婚礼 太妙令杜志 本想消极摸鱼抗议 却被太师甘龙 逼着正常营业 这结果眼上 可不能再往枪口上撞 大婚流程走完 魏杨把盈玉扔在了洞房 直接回办公室加班 表明哥心里已经有人了 盈玉倒是没有太介意 毕竟强扭的瓜 不能太急 只能一步步的软化心房 反倒提着米酒 去给老公加油 魏杨对盈玉暂时谈不上什么爱意 可伸手不打笑脸人 再不爽也得应付一下 这么勤奋的新郎 事所罕见 干了一宿 清晨便召见车英 车英报告了两件事 一是在奖励更战的大环境下 国人勇约报名参军 二是赤喉报告 魏国大军蠢蠢欲动 估计要打仗 具体要揍谁上不明了 车英从军人的角度 陈述利弊 勇约参军士气高涨 肯定是好事 可万一魏军压境 秦国还是只有挨揍的份 练法才撤老弱残兵 眼下能用的兵不到十万 武器装备作战理念 军无法与魏武族抗衡 再加上变法侵害了士族利益 老兵们更不愿意出力 一通分析说到了魏杨新坎里 秦魏两国迟早必有一战 这回招你来 就是要商量如何锤炼新军 你便是秦国国卫 建立新军主将 你要全力招兵练兵 两年之内练出一只 至少五万人的精锐兴趣 魏杨略用激将法 便说服了车鹰 揪揪老秦 共赴国难 干就完了 忙完了工事 魏杨捏手捏脚 回到洞房 琢磨着盈玉 应该还没醒 能混一碗试一碗 谁知姑娘眼睛里 连个血丝都没有 打领你可回来了 你我对意一句如何 洞房改下棋 真有你的 几年前 魏杨和景监 在安逸洞乡村的大国旗 游在昨日 盈玉对魏杨 完全是一种盲目崇拜 从今以后 妹妹就是你的坚强后盾 去实现事业理想吧夫君 眼下还有一件要紧事 确定秦国新都城的选址 经过多次实地考察 魏杨断定 北板河谷一带河市 山南水北平坦开阔 必是用武之地 现在国家迁都比较少见 在春秋战国属于正常操作 大致有两个原因 一时打破现有的政治格局 旧都城意味着旧势力盘踞 迁个都咱从头再来 二是考虑地缘形势 比如打架打输了 国都城边境 肯定要内撤 或者战场上节节胜利 秦国几百年间不断开疆拓土 从千水到平阳到雍城到岳阳 总体的趋势是向东 不过此次北板河谷 在岳阳西南70公里 算是个例外 此次迁都基于发展的眼光 岳阳的规模不符合 魏阳的红卫蓝图 迁都不仅招视着变法决心 甚至立在千秋 秦孝公跟着到河谷巡视一圈 也觉得不错 那大梁造 您给新都城取个名字呗 也就两点小要求 高端大气上档次 简约时尚国际范 在古代的风水学里 山南水北是大吉之所 咸阳自此正式登上历史舞台 后面的140多年 直到秦朝覆灭再位搬家 按照魏阳的计划 由关中郡守王室总领 紧监负责筹划 施工交给墨家的项礼琴大师 就是论证台上的那位主持 预计四到五年完工 听说魏国的新都城大梁 已修建多年还未完工 说不定咱后发先至 抢在魏惠王老小子前面 安排完了迁都计划 魏阳顺路去拢西视察 半道媳妇淫欲提出 想去找大侄子迎刺 距离太子放逐已过去些年头 誓死是活阴性全无 当姑姑的怎么也得去找一找 盈欲本以为夫君会不同意 谁知重重魏阳下怀 这里显示出冷面判官变同的一面 太子毕竟是国君的独子 当年下狠手 其实更多是应付危局 剥夺银四太子的封号和封地 并未出正式的法律文件 变法的根本目的是强情 哥再能刚 也不可能真让君上断子绝孙 魏阳一直担心银四的安危 只是碍于身份不便开口 盈欲从中斡旋再合适不过 没有哪条法令规定 姑姑不能疼爱侄子 只有你才能解这个套 而你选择的时机又再合适不过 盈欲巾国不让须眉 坚持独自上路 别忘了 姐还有一个别名人叫剑士黑林 当年可是救过你命的 从此盈欲假借密探的身份 走遍了秦国各郡县 转眼半年过去 总算有了蛛丝马迹 商与郡守出礼集 几年前曾遇到一个游学少年 自称从齐国来 却满口的秦人官话 bug太多 出礼集便留心监视 少年一直住在 商鱼制下的黑林沟 人品能力有口皆碑 可不知为啥 今年刚开春便走了 盈欲先前去过黑林沟 但李正并未透露 有陌生人造访 八成是银四打过招呼隐瞒 盈欲给渭阳去信 说打算二度勘察 有消息便回城复命 最近渭阳也很忙 一面操持咸阳的新都建设 一面提防卫国搞事情 老秦人不具暴力威胁 可正值变法关键期 新军训练仍需时日 仗是能不打咱就不打 事关重大 请监一直无法获得可靠的信息源 提出要不秧仔 你找一找昔日的真爱粉白雪 冻箱春没了 但白家商社 仍然是神通广大的情报机构 或许能打探出靠谱的消息 渭阳听霸相当为难 分手了还怎么好一次使唤人家 容哥再想一想 不久太后召见 老太太一直有个心结 怕强行许配盈喻 魏扬不痛快 如果心生嫌隙 怕对变法不利 于是提出 要不你把白雪接来同住可好 男人有个三七四妾很正常 盈喻那边我去搞定 魏扬听霸立刻否决 儿女私情早已翻篇 眼下儿臣眼里只有工作 变法看似走上正轨 其实并不稳固 什么时候咱收复何兮师弟 才真正称得上阶段性胜利 老太后听霸激动不已 你有如此志向 我代表老秦人谢谢您来 老身替打了半辈子仗的老夫君 谢你了 牛皮吹下 魏扬也不再顾忌什么面子 这天写好密信 拜托金南一定要找到白雪 能不能刺探到魏国的军情 就靠他了 金南刚走 吓人来报 说你媳妇已回府 半年多没见 盈喻黑瘦了不少 魏扬焦急的询问太子吟四的近况 这小祖宗没事吧 盈喻交称片刻 把打探到的消息合盘拖出 下面进入回溯桥段 银四被老爸放逐后 背着包袱在山野间游走 风餐露宿 怎一个惨字了得 东北方向是魏国地界 往西全是崇山郡岭 搞不好被豺狼虎豹吃掉 于是银四决定奔南方的商鱼郡 或许还有一线生机 不知走了多久 银四到达了黑林沟 这里民风淳朴 李政夫人热情的接待陌生少年 吃饱喝足还送衣服 银四刚刚受到铁拳的锤打 待人接物相当有礼数 他谎称齐国学子 名叫秦树 大概是秦国储君贬为庶民的意思 说自己父母早亡 父亲一起读书不经逐出家门 行万里路来到秦国实地探访 李政夫妇对银四的经历颇为同情 说刚好俺家的孩儿出门当兵 家里有铺盖空着也是空着 要不就在村里暂住一阵 银四一听不是很懂 但大受震撼 要知道以前要拉个兵员 可太不容易了 人人士兵意为猛虎 现在竟然有人主动送死 如今庶民当兵 杀一个敌兵正义级爵位 后生们张力抢了 这里借大姐之口 宣扰了魏央的爵位改革 平民受爵并非魏央首创 但他是第一个系统性大规模实施的 堪称前五古人 根据三国曹魏学者刘少的爵志考证 魏央为秦国设计的爵位 共分为18个等级 后来又加入关内侯与撤侯 刚才大姐提到 一颗敌军人头便能拿到入门级的爵位 名叫公氏 当然并不是说18颗人头就能登顶 越往上自然要求越高 跟游戏里的打怪升级类似的道理 爵位相当于古代的职称系统 它跟官职并不完全等同 有爵位哪怕是最低的公式 都是实打实的福利 比如多分土地 免除摇曳 享受仆役 出差伙食加餐等 甚至连人的面子炫耀需求都考虑到 死后有资格在坟头种树 这套东西完全打破儒家的血统等极致 绩效KPI完全量化 标准非常明确 人头或者说军工 你再有钱没有爵位也是富而不贵 现代社会的共识是反战 但在当时的秦国 好战才是全民共识 是最大的政治正确 为了割人头拿爵位 人人眼里冒着绿光 奋勇忠先 秦国就是一台巨大的战争机器 所以才被称为虎狼之国 在老百姓眼中战场上的人头不是人头 那都是荣华富贵的敲门砖 为央利用精密的爵位制 将冷兵器时代的国家力量挖掘到极致 从此太子吟四便以庶民的身份在黑林沟住下 亲眼目睹村民们争着种地当兵 时不时听说谁谁封了爵当了官 官吏清廉务实 村里连懒汉刁民都绝迹了 奇怪怎么跟士族大胆们交的不一样 随着年岁日涨 吟四渐渐懂得了父亲秦孝公坚持变法的原因 同时心底的恐惧也日渐加深 曾经犯过的错 就像达摩克利斯之间随时可能落下 于是几年后与黑林公的父老相亲辞别 太子确实长得捉急了点 感觉从少年彷徨直接跳到了中年危机 烈变里有些感情戏确实一言难尽 甚至加入了山村姑娘黑走暗恋吟四 临别时跳哑殉情的桥段 一口气水了小半集 编剧真有你的 淫欲推测 淫四离开黑林公也许回到了关中 起码现在还是安全的 听完媳妇的陈述 魏阳心里有了数 他担心老贵族势力对淫四不利 所以一再嘱托跟太后指龙筒报个平安就好 不需交代太多的细节 经过多日寻访 金南总算找到了白雪 前女友仍然给力 带回了最新的国际药文 魏国的数十年霸权肉眼可见的衰落 急需找一个敌人打一架立威 他们正在河内集结军队 不排除对秦国耍流氓 魏惠王的性格殷勤难测 大理你要早做防备 魏阳立刻将消息报与孝公 不过你也无需太担心 陈判断魏国的主要兴趣还是中原 直接揍秦国的几率比较低 镜头一转 视角回到阔别已久的魏国 大魏王魏惠王一脸严峻的上朝 爱卿们现在国际局势太卷了 齐楚寒赵秦天天996搞变法 我大魏霸权眼瞅着受到威胁 孟子曾经约过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必须打一仗让大家精神精神 问题不是打不打 而是打谁 公子昂率先举手发言 咱应该先北上攻赵 再南下攻函 搞定后再刚齐楚 如此一来两三年便可恢复昔日雄风 太子深听罢跟风点赞 韩赵魏均脱胎于原先的晋国势力 本是同根生 相间必须急 先打小兄弟的屁股 才能震慑住暗流涌动的争霸势力 魏惠王想听一听上将军旁娟的意见 毕竟无论打谁都得您坐镇 庞老师再次唱反调 让人想起张麻子经典的讹成三件事 上策 灭秦为先 中策 下策 还是灭秦 战法不同而已 重要的事情说三遍 韩赵花架子不足为虑 反正我旁娟就是死揪住秦国不放 老将军龙谷也点赞助攻 表示秦国最近越发难以捉摸 连边境的出入口都疯了 不知在养什么谷 工长与太子深撞墙配合 对旁娟冷嘲热讽 工长甚至祭出了玄学宝典 说已经咨询过星象学大V 断言秦国三年内必出内乱 不攻自破 太子深倒是比较理性 分析了几点秦国的短板 比如明星不稳 老兵战力低下 没有名将等 然而列了一堆秦国不行的理由 论点仍然是不要恭秦 几番battle 双方谁也不服 无力大卫王最讨厌属下踢皮球 马蛋的烦死了退潮 不久后 卫王终于一锤定音 采用了公子昂的公罩策略 卫阳听到消息 乐得比特泡的出来了 主公这回可是天赐的窗口期 什么练新兵 郡县 千都全面铺开 狂飙发育个几年 咱也能上牌桌当大玩家 卫阳判断 齐楚两大国绝不会甘心卫国做大 其中至少有一国会出兵干预 齐卫王长得帅又有野心 所以大概率是齐国 咱紧盯前线 看看有什么变化 不久赤猴来报 卫军猛攻赵国都城邯郸 赵猴派特使去齐楚求救 秦小公与一众将军 天天围着沙盘吃瓜看戏 此处大概是限于预算 并未直接表现赵卫之战 尽头始终在秦国作战室 靠赤猴的禀报推进剧情 谁只等了个把月 齐楚两个大流氓迟迟不发兵 大梁造魏央带来了白雪密报 说齐国集结军队准备原兆 由田济同龄指挥 果然几天后 齐军十万持援邯郸 可半道被魏太子申击退 魏央这下看不懂了 齐国大流氓怎么如此不堪一击 没过一会儿又传来齐国十万兵马 围攻魏国都城大梁的消息 是不是听着一点耳熟 这正是历史上著名的唯卫旧诏 魏阳认为田济是个庸才 背后定有高人指点 很快白雪传来密信 田济坐下的军师 正是旁娟的老冤家孙病 他之前作为影子人物 多次出现在台词中 一会儿正式亮相咱得介绍 起初魏阳看不懂孙病的方略 略加思索顿绝醍醐醐灌顶 孙病清楚魏惠王性格不稳 容易慌张 濒临城下誓必命旁娟班师 孙病则来个围城打员 魏阳伏击的地点都替他想好了 孙病的十万主力肯定埋伏在这 桂林山地 等在这儿包了旁娟 对 回旧大梁这是必经之路 旁娟骂骂咧咧回旧大梁 果然在桂林中了孙病的埋伏 折损金兵十三万 旁娟带残兵突出重围 秦孝公听闻消息感叹道 王冠落地 魏国霸权从此衰落了 关于魏魏旧诏的历史细节 主要来自史记 资质通建和战国策 其实当时魏军已经把邯郸打下来 或者打投降了 齐国最后时刻出手 在桂林教训魏军 等于给赵国做了心脏奠基复苏 1972年 林仪出土了《银雀山汉墓主简》 失传千年的孙病兵法重见天日 这份材料 无论司马迁还是司马光都没见过 有些细节与他俩的记载颇有出入 孙病兵法的第一篇便是《秦旁捐》 秦字既能解释成活捉 也能理解成打败 至于具体是哪个意思 以无从查考 反正旁捐应该是没死 否则不会有后来的马林之战 此番魏国元气大伤 但魏央判断 齐魏早晚还会有场决战 那才是天下格局真正洗牌的时候 那要看魏国下一次成败 才能确定 有个细节你可能觉得奇怪 魏国的都城 怎么突然从安逸变成大梁了 魏惠王到底什么时候迁都很飘忽 光史记里就有两个说法 而竹书纪年记载的更早 编剧大概也弄糊涂了 所以剧中交代的含糊 反正千度大梁肯定是千了 所以历史上的魏惠王又被称为梁惠王 桂林之战进行时 魏阳与墨家包公头向李秦 探讨咸阳的施工细节 向李秦觉得规划太宏伟 整个秦国才两三百万人口 弄个双向八车道完全没必要 节省基建成本它不香吗 魏阳微微一笑 咱要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 咸阳以后可不只是秦国的首都 他要做天下之都 作为领导者敢于画饼才能尽情吃饼 哥还嫌不够大嘞 却说齐国那边 孙斌在桂林之战鞠躬至尾 却谢绝了齐为王的任何赏赐 按照他的说法 受刑之人生死看淡 更别提什么荣华富贵 战国乱世又有一个大V正式亮相 此处值得交代一下 孙斌的个人史料很少 孙是士本名不祥 史学界一度认为 他与写孙子兵法的孙武是同一个人 直到银雀山汉木竹简出土 才坐实了身份 对于兵家的代表人物 孙斌和庞娟的师兄弟斗法 在民间演绎出了很多故事 且越编越邪乎 甚至让庞娟也缺了 其实无论史记还是孙斌兵法 都从未提过他俩的老师是鬼谷子 设定中 孙斌受庞娟嫉妒迫害 捏造罪名对其施以酷刑 一说是砍掉双脚的月形 一说是挖掉膝盖骨的病形 并在脸上刺字 反正是残废了 孙斌翻译成现代白话 大概是孙瘸子之意 后来孙斌被齐国的使者救走 投到了贵族田记门下 抽空帮主公赢了一场马赛 桂林之战只是孙斌小事牛刀 一会儿还有一道大提 秦娟王对孙斌极尽赏识 询问治国之道 孙斌倒是实诚 富国强兵唯有变法 军上本来可以无限牛逼 而你却放走了一个 惊天伟地的大财 秦国现在半诛示弱 但在魏央的带领架 早晚会变成大老虎 孙斌预感的没错 此时秦国上下正热火朝天 闷头提升综合国力 车银训练新军 遇到了棘手的难题 千夫长人力资源不够 按照管辖人数来说 大致相当于现在的团长 他们是军队的中间力量 是军制改革的关键 管理学的难题出现了 新兵担子斗志昂扬 但经验不足 贸然提拔无法服众 有战功的又大多是士族子弟 倾向于论资排辈 过渡阶段如果把握不好 导致兵变 不是危言耸听 关键时刻还对国军亲自正常 效功视察 组织唱战歌打鸡血 宣布选拔公开透明 不看出身 则优录取 很快一个金状小伙脱颖而出 在军事方面显出极高的天赋 他正是先前 魏央喜目立信 拿到百金奖赏的山甲 效功的奖赏非常及时 从此你就是千夫长了 秦国操练新军的风声 传到了隔壁韩昭侯的耳朵里 另一位法家大V身不害 许久没有登场 他向来毒舌且自信 这些年通过变法 韩国的GDP增长迅速 而魏央那儿却没什么起色 只知闷头重地 现在才想起来练兵 只不过是跟风抄作业而已 军上大可不必担心 比起秦国的低调装孙子 申不害主持韩国练兵相当高调 几年后颇有成效 便打起了旁边 宋臣两个中型诸侯的主意 顺便验收一下变法成果 魏央听说 申不害要发狠 不为所动 主公咱就按照固有的节奏来 千万别着急 韩国如此得瑟 魏国第一个容不下 魏央预料的没错 眼见小弟不老实 魏惠王问公子昂有什么意见 咱打还是不打呢 等猪吃肥了 再上 就这样 眼睛一闭一睁 十多年过去 瞬间来到公元前三四二年 变法让秦国富强 打造成一支新式铁军 叙事待发 魏央秦孝公的发须已白 这韬光养晦的日子还挺长 车云近些年 一心扑在练心兵上 检阅时肘蜂满志 展示各种自创武器 都是咱秦国劳动人民的智慧啊 魏国也有大动静 眼见韩国即将吞并成国 魏惠王觉得猪养的差不多了 再等下去可别发育成老虎 于是朝会上调兵遣将 欲发兵攻韩 旁间再次祥林扫附体 老调重谈 韩国再扑腾也不会有什么大风浪 真正的威胁是秦国啊我王 对此魏惠王早已听得耳朵长简 得你也别提意见了 任务单发下来 给我狠狠的打就行 公子深斗志昂扬 希望这次能当主帅 可魏惠王仍然最信任旁娟 他也许打嘴仗不行 可真掐架还是得靠他 韩朝侯得知魏军进兵立刻慌了 虽然韩国变强了 但还没那么强 鼻涕到了嘴边你知道甩了 深部还提议放弃攻打陈国 并立刻向齐楚发求救信 但现在要做的便是死守首都新政 傅作义曾经约过 坚定守住就有办法 不得不说 名将还是有两把刷子的 旁娟几番操作 很快推到了新政城下 一声号令攻坚战开始 魏武族本是战国独一党的存在 近些年就算实力下降 依然是能打的 攻城战极为惨烈 深部还作为文臣 亲自披挂上阵 到第一线指挥战斗 接连顶住了魏军的几轮攻势 齐卫王收到韩国求救文书 与丞相邹继 上将军田继商议 咱救还是不救呢 邹继田继向来不合 这回更炒作一团 齐卫王听烦了 去问军师孙斌的意见 孙斌气质儒雅温润 可祭出的招数却相当鸡贼 韩国可以救 但不是现在 齐国需要一个弱韩 而不是一个小霸 所谓取突袭心吴文泽 焦头烂额为上课 孙斌的策略非常符合人性 等韩国焦头烂额时 再施加援手 不光能卖个大大的好 也能完全掌握战后的话语权 齐国大运援助 让深不害欣喜若狂 真是好邻居啊 可齐国嘴炮打得响 身体却纹丝不动 三个月过去 孙斌依然稳坐钓鱼台 连田记心里都有点发毛 再不去恐怕韩国真的要玩 孙斌微微一笑表示不急 韩国的军力顶个半年 绝对没问题 等雪槽只剩下一城 再出手不迟 深不害那边打得血肉模糊 每天问候一万遍齐王祖宗 骂得一帮POA渣男 又等了个把月 连楚国都坐不住了 时机成熟 孙斌大手一挥 咱还是老方子 唯未就寒 派兵马骑袭大梁 引庞娟班师 咱在马林道 设服劫机 庞娟性格多疑 哥预判了他的预判 最笨最简单的策略 反而能引其上钩 魏惠王这时 正在皇家会所happy 美人如花 给爷笑一个 突然城防来报 骑军又又打过来了 大王 快 快叫庞娟救援大梁 去 那么深不害能否顶住 庞娟的猛攻 孙斌的唯未就寒策略 能否成功 去世待发的秦国新军 能顺利收复河西故地吗 预知后事如何 且听下回分解 如果绝胆做的还行 就转评赞随便给一个 三连我也不介意 您的认可 就是我更新的动力 比心 下期见 下期见